爱没有国界 爱无远福界 尊重与包容 了解而认同 重新发现新住民 欢迎收听多元族群分享爱 听众朋友你好 欢迎收听多元族群分享爱 那台湾有很多新住民朋友 那多数是来自大陆啊 越南啊 印尼泰国菲律宾等等 那其中菲律宾的朋友也非常多 那菲律宾也是热门的旅游圣地 那菲律宾有哪些文化特色 还有哪些好玩的经典 好吃的美食 那今天也邀请新住民朋友 来跟大家分享 那今天邀请到的是 来自菲律宾的新二代黄静媚 静媚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那另外也欢迎 今天艾瑞泽搭档 是来自越南的陈永玉 永玉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想先请问静媚 静媚是来自菲律宾的新二代 那想先请问一下 就是你妈妈嫁过来台湾多久了 大概你想得起来吗 大概是三十年 三十年 也是资深 资深耶 所以也是很早很早就嫁过来台湾 对对对 就是算是第一批的新住民 新住民就 那真的你妈很早很早就知道台湾的好 在民国七十几年的时候就来 就是第一批就过来了这样子 所以静媚你在家里是排行 我是老大 老大 门家有三个 有三个 三个孩子 所以你就是妈妈就是最早就是 等于就是反正就是在台湾出生长大这样子 等于就是你现在也是有三十年了 三十岁了吗 我今年已经二十八岁了 这不好意思吗 可是太久很年轻 真的是我刚看到就吓了一跳 这一回可能是大学生 对真的是很嫩的一个就是外表 真的就是很高兴的一个外表 对那想起可以方便透露一下说 你现在在做什么吗 就是工作这样子 我现在是在做社会福利工作 社会福利 就是简称的就是社工 社工 社工人员 社工人员 也是关于新住民吗 刚刚永玉在问 还是说对象 就是你的服务的对象 其他领域的 其他领域的 所以是做社会福利工作 也算是很有爱心 我觉得只要做社工的真的都 蛮不容易 对对对 那这样你 虽然说妈妈是最早来 嫁来台湾的新住民 那你有常常跟妈妈回去菲律宾吗 其实小时候 他们是在菲律宾做生意 在幼稚园之前 他们就是来回往返 那我就是也会跟着他们来回往返 那我也在菲律宾住了 一两年的时间也在那边就学 所以你是小时候 也是曾经常住在菲律宾过这样子 对就是读一年的幼稚园 幼稚园 所以是在很小的时候 有在菲律宾当地就是常住过 然后接受那边的教育这样子 对对对 就是四五岁的时候 四五岁的时候 后来 那时候比较需要照顾 所以会跟着 就是跟着 就是带在身边这样子 所以是因为妈妈就是 就是在做生意的关系 最常有两地这样子往返 然后小的时候也曾经有在 菲律宾那边常住过一段时间 所以你的当地语言就说得很好啦 还是 应该是OK的吧 就是骗吃骗吃啦 OK啦可以骗吃骗吃就不错了 就是能沟通这样 能沟通那个 对就是把我丢回去 我还可以找得到路回家 所以看那个地图什么都不会有问题就对了 对对对 很不错耶 那永运是不是有问题要问一个 我听说就是菲律宾很多跟台湾不一样的交通工具 像台湾是公车火车 然后菲律宾会有比较特殊的交通工具吗 嗯 据 据我所 据我的经验啦 其实菲律宾的交通工具大概 我知道的有五种 五种喔 一种的话是轻轨 轻轨 它也有轻轨 对 轻轨的话就是 它只不属于在马尼拉都会区 它只有三条线 对 它其实是比较疏通 呃 比较疏通 比较疏通的地方吗 对对对 塞车 塞车的部分 对 我觉得它也蛮特别的是 呃 它人潮也 它人潮 它就是只要是离风时刻 尖风时刻的话 人潮就很多 所以呃 它有 比较特色的东西 就是 呃 比较特色的地方就是 它有两节的车厢是 只给女生的车厢 两节车厢 只给女生 就很像我们台 那个火车的那个 那个妇女车厢 对 是不是妇用车厢 妇女车厢 妇子啦 妇子啦 妇子 妇子车厢那种概念 它会有 好像一节还两节是给亲子 就是妈妈带小朋友去做 就是把 嗯 比较安全的概念 吵得小朋友 全部都激动在同一个车厢 不要去吵到其他乘客这样子 对 所以你说 菲律宾的轻轨 它是有 两节车厢是专门给女性 对 使用这样子 哦对 然后有一次我就看到说 有一个男生就 就默默上去 然后后来就被那边的警卫被赶下来 嗶嗶嗶嗶嗶嗶嗶 搞不好它是 其实是女生啊 只是装扮的像 对对对 搞不好是这样 哦所以这还蛮特别 是特别给女性 所以应该带小孩的那边也算吗 对 应该都可以吗 只要带小孩或者是 呃你的 你的伴侣可能是身心障碍者的话 其实也是可以 所以算是一个友善车厢啦 是 应该是这样子的概念 对 就还有其他的特别的交通工具 我经过嘟嘟车耶 类似那种就是也跟泰国那些什么 就是一台小小的车子 然后可能简易的门那种 嗯 有的车子可能只有车斗那种 对对对 类似这样 有这样子的交通工具吗 比较像是那个三轮车啦 它是 三轮车 它是那个125的野狼 很像是125的 台湾125的野狼 然后再加一个 加一个车顶 对对 一个车厢 一个车厢 然后它可以承载大概五六个人 至少 这是至少 可是如果说 因为菲律宾的人群人口多嘛 那如果一个家族出去的话 可能就是 会塞上去 对对对 可能 可能塞到 我有看过塞到九个人 连车顶都 车顶都坐人 还蛮可怕的 所以它也是一个超载的概念 对 能塞就尽量塞这样子 对对对 就全部的人 就一家大小 然后行李什么 就通通都 通通都塞上去这样子 所以还蛮特别 所以像是 菲律宾也是塞车塞得很严重吗 如果尖峰时段应该会塞很久吗 塞很久 其实 其实 这样来说 因为其实我们家离 离机场大概20公里的 20公里 就等于说 有小段这样子 等于说这边到高美湿地的概念 对 那如果我们到高美湿地的话 基本来说大概是30分钟就可以到了 如果开快一点的话 对对对 那其实如果说在白天的期间的话 我们 呃 如果到 我家 到 是印尼那边吗 印尼 机场 菲律宾那边 没有讲错 不是印尼是菲律宾 菲律宾 很像很像 对对 机场到我们家的话 平常如果 开夜车的话就是30分钟 大概就是一个小时 那如果说以白天的话大概就是三个小时 三个小时 塞车塞这么久 人生就浪费三个小时在塞车上这样子 哇塞 那不就很多自己的娱乐 不然你塞在三个小时在车上 就是会有什么东西可以抒解那个塞车 无聊的状况 我有听过 我有听过 然后 其实我有看过一个影片 然后我也有经历过说 就是因为塞车塞在路上很 很夸张 因为太久了 对 然后就是公车 我们的司机可能就是会放音乐 然后 然后旁边的小孩子就会开始跳舞 对 特别会下车 对 会下车 乘客也会跟着下车然后跳舞 是因为反正现在不会动就对了 所以我们就干脆一起下车 然后去开派对这样子吗 可能跟隔壁车的稍微玩一下 对 可是这样子不就大家都上班都迟到 因为上班上学都有人都不会准时 因为你就是一塞就塞三个小时啊 嗯 对 有时候就是还甚至没办法抓 抓那个时间 抓路程这样子 哦 就是大家也都 因为这是日常 所以大家也觉得习以为常 就是今天点名谁谁谁没到 就全部都没有人到 只有老师自己到 因为全部都在塞车 随便老师也塞住 老师也塞住 这家校长来点名 哇 这真的还蛮特别的文化哦 对 我想另外想请问就是 我有朋友就是他是特地到菲律宾去游学学英文哦 那当然就是费用是比美加来的便宜很多 那听说就是 菲律宾的当地语言好像说有很多种高达上百种 但是英文是官方语言吗 就是在菲律宾来说 哦 这部分的话大概就是要澄清一下 哦 要澄清一下就对了 对 因为其实菲律宾它是群岛国家 它总共有七千多座的岛 小岛 对 七千多座 所以那小岛跟小岛之间 他们自己也有一个就是也有群聚的文化 然后其实在官方统计大概有一百七十多种 一百七十多种族群吗 方言 那是算是方言 对 所以他们就是在 就是所以就是他们官方就是 政府就订定了一个官方语言 就是Dagarlo Dagarlo就是我们菲律宾的母语 哦 菲律宾有一个母语 就是菲律宾话 但是因为它它当地有一百七十种方言 各式各样的方言 但是会有一个官方的 不是英文是你刚讲那个算是菲律宾话 对 这样子一个官方的 所以你们从小都是 就是在菲律宾当地的话 除了说要讲英文之外 这个官方语言也要会嘛 也要会 也要会就是规定就是你上教育上学之后 也是要去学这个英文这样子 是 学这个语言这样子 就像我们国小的时候 我们有国语课 然后也有 米南语 米南语 对 然后也有英文 也有英文 那在乡下的话 他们也有就是他们 自己的方言 类似 类似 原住民 类似这样子的概念 就是会有一个自己的 一个自己那个族群的语言 然后会有一个 英文也是算是 就是反正国际统一 通通都是要学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菲律宾的官方语言 这样子 所以真的是要澄清耶 所以英文不是那个 菲律宾官方语言 所以其实有时候有一些 如果没有教育 没有读过书的 或者是他的教育程度 比较低的 他们英文也不见得说 就是很 很 很順上 很流利 那就是 就是可能他们的 方言还比 方言还比 还要 还要順 順上的 可能就是乡下地方 他的那个当地语言是讲的 会比官方语言来得好 对 那当然也是因为就是 各地的文化的关系 这样子 所以这样子也是听那个 金妹这样子讲 才了解到 就是也是算是 长知识了啦 所以其实菲律宾也算是 蛮有特色的国家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下个阶段再来跟金妹聊 菲律宾有哪些好玩的 特色景点 好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再回来